其實我已經好累喔 不過還好 《幻想波蘭舞曲》應該是蕭邦所寫的最後一首波蘭舞曲 只是他出版的是 他出版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蕭邦如果你去買蕭邦波蘭舞曲的CD或是譜的話 他後面有很多其他的曲子 是因為蕭邦在死了之後才出版的 就是人家從他的櫃子裡面找到了這樣 所以其實也比較少人談那些作品 大家比較常談真的是他生前有出版的 所以很有可能蕭邦自己認為比較好的 有可能他才出版 所以他後面就是第七首從第八首開始 都是他生前沒有出版過的 就是他櫃子裡面或是他送給兩個朋友的東西 那第七首《幻想波蘭舞曲》就是他最後寫的一首 大家應該是認同這件事情 就是他最後死前兩三年寫的一首作品 那這時候他跟蕭治商已經感情不好了這樣 對對對 還沒有完全分開感情不好 然後他很多的不如意這樣 然後波蘭怎麼樣子革命都失敗這樣 對啊 隔壁十幾二十次吧 因為他的國家太強大了這樣 他的國家是蘇聯這樣 在這個時候蕭邦寫了這一首曲 那我們來聽一下這個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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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